其實在這一年多以來啊 大家都已經可以看到 我們有面臨到非常多的造謠抹黑 跟施壓的情形 但是我們始終不會放棄 對於港股區本土派支持者的承諾 就是我們一開始說了選到底 我們就會選到底 為什麼 因為新代跟台灣基金在這邊 想要樹立一個政治人物的典範 就是我們的承諾是有重量的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新聞上 藍白河的新聞每天都跑出來 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分贓 出爾反爾 甚至是直接背棄自己一路以來的支持者 那這樣的情況是我們不樂見的 內湖南港選區 其實是一個非常指標性的選區 我們這一區的中國國民黨李彥秀 在過去的幾年之間 甚至是配合這些中國的資訊戰 認知作戰 在這個流感重症特別高的時候 鼓吹大家不要去打這個高端的流感疫苗 等等的 其實對於台灣的國人造成非常大的打擊跟傷害 那李彥秀委員呢 其實在這一年以來非常常使用我們這個 部分區立委候選人 陳毅齊很愛使用的這個例子就是聖經的索羅門王真假母親的這個比喻 那我其實也是教友啊 我要在這邊跟各位說的是 本土派選民不是不會說話的嬰兒 目前所有的民調跟欣賞度的測試都已經可以看到 本土派選民完全不信任高嘉瑜 他的仇恨值非常的高 也就是說民進黨的高嘉瑜委員 並沒有辦法成為團結綠營支持者的唯一選項 唯一的選項就只有吳欣戴 因此我們在這邊代表本土派的選民 一起代表台灣基金站出來團結綠營的支持者 參選內湖南港的立法委員 那我同時也要說啊 因為昨天這個陳之翰法院認證 他利用司法的工具來去施壓我告我 結果敗訴了 這件事情讓我很感慨的知道說 其實不是拳頭大或者是聲量大 就一定是對的 可以任意的霸凌別人 台灣還是有公平正義的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充滿信心 決定接下來的選戰 請大家可以笑著投票 謝謝 那其實賴清德其實已經多次支持高嘉瑜 會不會覺得沒有母基有點難選 喔不會 因為呢我們雖然是小黨沒有非常多大黨的資源 但是我們相信只有支持者才是我們的靠山 那有這麼多的堅定的支持者 我們接下來的選戰一定可以打得非常正向 非常充滿力量 前面有一些人選人士來面對管理 其實大部分綠營的人士對我表達的都是支持跟鼓勵 對 那民進黨人士呢 有來跟你們講過嗎 這個可以請我們的黨主席來代表發言 分析分析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是要包嘉瑜的話 我會請他就是自己好好的檢討 因為他之前自己在黨內其實也已經說過了 跟很多人道歉說造成分裂的原因是他自己 那我會希望他不要一直這樣子小巷道歉大街攻擊我 等一下陳時中其實也會一起來 過去其實他也有出席過您 就變成那一段時間的工作 那會不會覺得現在好像也原本就是您的人 都回過來支持民家 不會我會跟他說部長真的辛苦了 謝謝 謝謝 主席要補充 那關於剛才現在說那個民進黨有沒有來溝通 其實 有很多那個是自發性的 就是說他們基於各自的政治判斷不一樣 希望說所謂的範例本土這一局 政黨不要分裂 所以有很多是發自善意自發性來這邊來談談看 有沒有兩全的可能 那麼但是民進黨的這個官方立場 他是尊重政黨的主體性的 所以不會對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這樣子 有的壓力的一個狀況 吳興代口口聲聲說要讓港湖 閃亮本土派的光榮 但是他的所作所為都是要讓港湖 重新閃亮國民黨的光榮 一個真正有本土派價值的人 絕對不會希望國民黨國會過半 讓韓國瑜來當立法院長 一個真正有本土價值的人 也絕對不會希望賴清德執政之後 朝小野大 一個真正有本土價值的人 也絕對不會在我們 同意里浪6%之後 還堅持要參選來分裂港湖的範率 這樣子的所作所為 就是在助攻李彥秀 就是在保送國民黨 就是要讓國民黨重新 在港湖閃耀光榮 這個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所以吳興代他今天的所作所為 其實在民進黨的內部也有很多人認為說 這樣的做法在分裂範率 根本就是國民黨的暗裝 那他今天執意登記參選 其實非常的明顯 他的作為沒有辦法讓港湖 閃耀本土派的光榮 只會讓國民黨重新返回光榮 那這個也不是我們所要看到的 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努力的團結範率的陣營 在內湖南港 能夠守住港湖這個國會過半的關鍵一席 那賴清德也不斷的強調 拜託 所有在港湖的範率選民 一定要團結選票 唯一支持高嘉瑜 那賴清德更是百分之百的支持高嘉瑜 所以我不知道吳興代今天 像我們都已經 願意用最大的善意跟誠意 來禮浪他6%的情況之下 還堅持要分裂範率 在港湖參選來保送國民黨 到底居心何在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作為 真的是讓本土派蒙羞 那剛剛還說叫你要檢討 之前就造成分裂 還說你的仇分值很高 其實我覺得他如果堅持在港湖參選 造成範率的分裂 讓國民黨餘翁得利 讓李彥秀這個重新 這個重返港湖立委 甚至讓這個國民黨在港湖 重新這個重返這個光榮 讓國民黨國會過半 讓韓國瑜當上立法院長 這個才是造成港湖分裂 造成這個仇恨值最高的罪魁禍首 所以我覺得無心帶今天的所作所為 不斷的分裂範率 不斷的在分化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可是卻是在助攻國民黨 助攻李彥秀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的仇恨值其實在基層 已經在發酵了 那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者 也都知道在內湖南港 只有高嘉瑜能夠勝選 那無心帶的參選 如果只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 為了下次要參選議員 其實這樣的做法 對他自己來講 並沒有任何的幫助 只會造成基層 對他的仇恨感越來越深 所以我希望他不要成為 範率分裂那個 讓大家仇恨感最深的人 我也希望他能夠放下他的仇恨 能夠一起為港湖 能夠守住關鍵一起 國會過半來努力 那今天他的登記參選 當然也是他個人的權利 跟他個人的自由 但是他的所作所為 已經造成範率分裂 甚至在港湖 讓國民黨重新光榮的可能 但是我們會極力的阻止 那高嘉瑜會用最大的努力 繼續的能夠在內湖南港 守住這個國會過半 範率陣營的關鍵一席 躺的usions 在內湖南港 鬥有的 耳朵 注意好 闖耳朵 倭